书生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还白捡了个美女老婆 可当妻子宽衣解态 准备献上自己时 她却连连后退 原来她怀疑妻子是鬼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 鬼新娘 坟地里一只黑猫掠过棺材 突然棺材盖打开了 一个女鬼跳了出来 女鬼面露凶光 此刻天上电闪雷鸣 昭示着她是饱含冤屈去世的 第二天书生聂云鹏和仆人胖火路过死地 荒山野岭的一定有很多强盗 他们必须在天色边岸前 找到住宿的地方 正说着前方河边出现一个女子 念云鹏怀疑 女子想不堪要跳河 于是赶紧上前劝说女子 可那女子一言不发并不理睬她 炮火觉得这女子不正常 说不定是水鬼来找替身的 二人越说越害怕 赶紧逃离了河边 晚上主仆二人终于看到一户人家 拍门想要结束 丫鬟迎儿前来开门 但她是个仆人做不得主 所以必须问过小姐的意思 主仆二人就在门外等候 可谁知小姐一听有人要来结束 立马生气的让银儿去把门关上 原来主仆二人此前在河边遇到的鬼 其实就是这位小姐封阿奴 等银儿回去关门的时候 门口的主仆二人却消失了 原来二人因为累得不行 早已在院中角落酣睡了过去 银儿不仁打扰 假装没看见回了屋 但她不知道这二人并没有睡着 她前脚刚走 二人后脚就打凉起屋子来 念云鹏走进一间房 却误打误撞看到喜欢裸睡的阿奴 就在她准备悄悄离开的时候 阿奴却突然醒了过来 对着她输出一阵娇羞的责骂 为了对阿奴负责 念云鹏表示自己可以娶她为妻 阿奴也欣然同意了 另一边仆人胖火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没想到一对主仆喜欢闯人家房门 而另一对主仆又恰好都喜欢裸睡 面对银儿的指责 胖火也使出同样的招数 如果银儿不嫌弃可以和她结为夫妻 就这样二人各自摆解了一个漂亮老婆 此日主仆二人就带着阿奴和银儿回家成亲 众多亲朋好友都前来参加婚礼 但由于事发突然喜事般的仓促 所以除了主仆二人 其他人都还未见过新娘的样子 等拜完堂 众亲戚终于见到了这位神秘的新媳妇 可没想到一看见她 亲戚们就变了脸色 尤其三位叔父更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带着各自的家眷 匆匆告辞了 念云鹏以为是阿奴怠慢了几人 于是登门赔礼道歉 二叔欲言又止 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但被二婶打断了 说只是不好意思打搅他们的新婚生活 临走前还送了一件亲手缝制的绿袍子 念云鹏不宜有她 穿上绿袍就回了家 却不知袍子里早已被二婶绣上一个钟馗 念云鹏回到家中 胖火和银儿在一旁 静静我我绣着恩爱 惹得她心中痒痒 但阿奴一看到她身上的袍子 不肯让她靠近 还说和她的缘分快要完了 念云鹏听得疑惑 为了安抚阿奴 她承诺会和阿奴白头偕老 但阿奴还是十分不安 还说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到时候希望她不要怪自己 念云鹏不明白 阿奴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花音未落 她身后冒出一团烟 一个钟馗从衣服中跳了出来 阿云立马抱住念云鹏 自己则灵魂出窍 和钟馗打斗起来 但她不是钟馗的对手 最后又回到身体里 让念云鹏赶紧把身上的绿袍脱下扔掉 念云鹏虽一脸蒙圈 但她还是照做了 阿奴立即拿来烛火烧掉绿袍 而钟馗也在火中消瘦不见了 毫不知情的念云鹏看到衣服冒出浓烟 以为是去世的母亲不开心了 于是打算和阿奴去祭拜一下 可阿奴却以害怕坟墓拒绝了 念云鹏只好和炮火单独前去祭拜 回来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道长太乙山人 道长称念云鹏硬堂发黑 人中肤浅 说他一定是被鬼迷惑了 听到这里念云鹏十分惊慌 道长立马称自己有办法帮他解救 并邀请他去到自己家中 道长拿出一副女子画像 而这画上的人和阿奴长得一模一样 道长告诉念云鹏 这画上的女子名叫冯爱娇 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而且是被强盗奸杀 所以死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 而那伙强盗抢击之后成了富豪 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得到了不义之财 却因为惧怕 所以不敢指出他们的罪行 念云鹏听完觉得有些巧合 怪不得那日亲戚们看到阿奴会这么害怕 而冯爱娇死的时候 一丝不挂这一点 也和妻子阿奴喜欢裸睡联系上了 但他依旧觉得 阿奴只是和冯爱娇长相相似而已 道长剑拗他不过 于是将自己的银鬼销送给他 并告诉他 冯爱娇就被埋在前面的野坟中 只要一吹销 鬼就会立马出现 为了验证道长说的是不是真的 晚上胖火来到那片野坟 并吹响了银鬼销 突然身后一个鬼影晃过 但他定睛看的时候 鬼影又不见了 如此几次来回后 那鬼魂似乎也玩腻了 出现在胖火眼前将他给吓跑了 谁知胖火回去后就找来道长 道长一招灵符鬼拆 吓得女鬼逃之夭夭 女鬼虽然跑了 但他一定会继续附在阿奴身上 回到念云鹏身边 所以他交给念云鹏一个咒语 鬼一听见这个咒语就会害怕 念云鹏回到家中 看到阿奴正在熟睡 他把他叫醒 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阿奴很轻松地回答了 那你睡觉为什么老爱 仰脸朝天的呢 这是我的习惯吧 如果你有习惯 就不许别人也有习惯 第二个问题 在我们成亲之前 你一个单身女子 为什么会在荒山野地 没有人际的地方呢 这次阿奴面露悲伤的神情 并说他之所以住在山郊野外 是因为害怕自己一个弱女子 被人欺负 念云鹏听完觉得很有道理 他选择了相信阿奴 并把遇见道长以及道长 说他是鬼的事 全说了出来 说着他又玩笑般 念了一下道长教的咒语 阿奴有几分生气 他质问念云鹏 难道真的相信自己是鬼 念云鹏说他有影子 所以他相信阿奴不是鬼 可一旁的胖火却发现 就在念云鹏念咒的时候 阿奴眩晕了一下 如果说阿奴是鬼的话 那岂不是说明 银儿也是鬼 想到这里 胖火吓得逃走了 念云鹏将遇到道长的事 当成笑料 说给大叔父听 虽然念云鹏不相信阿奴是鬼 但大叔父却十分不安 于是半夜来到埋冯矮教的野坟 突然他看到坟里走出一个黑影 大叔父就这样被吓死了 二叔和三叔得知后也很惊恐 原来当年截杀冯矮教一家三口的几个强盗 正是他们三兄弟 这老大死了 肯定是冯矮教会来复仇了 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俩 二人当即决定带着人去捉鬼 可二叔刚走进坟地就被吓晕了 三叔带人挖了冯矮教的坟墓 里面却空空如也 既然坟地里没有 那他们就上门去抓 三叔带着人上念云鹏家绑走了阿奴 并准备第二天当众烧死他 乡亲们都来围观 并在三叔的挑拨下开始朝他砸石头 就在众人准备点火之时 念云鹏终于赶来过来 他替阿奴说情 他们不能烧死他的妻子 乡长见状跪请二郎神 询问是否可以烧死这个女子 二郎神真的显灵了 他打下一个哑谜 乡长听懂了其中的意思 于是浅散了看热闹的众人 阿奴就此逃过一起 经过此事后 念云鹏和阿奴更加相爱了 可胖火却一直怀疑 阿奴就是女鬼逢爱娇 既然阿奴是女鬼 那他的妻子银儿也一定是女鬼 于是他从太乙山人那里 要来一把陶木剑 晚上银儿走进房间 却一把将剑折断了 看样子银儿并不是鬼 胖火终于放心地和银儿缠绵 念云鹏醒来 发现阿奴不见了 于是趁机翻看他的东西 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女鬼的衣物 他其实已经猜到阿奴就是冯海娇 但他必须自己轻眼看到 另一边阿奴变成了冯海娇 飘着来到二叔家中 二叔吓得魂飞魄散 开始发疯 并在众人面前抖住了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 最后他一头撞在柱子上 魂飞喜天 又杀了一个仇人 冯海娇回到家中 变回阿奴的模样 此时念云鹏已经睡下 阿奴将他叫醒 念云鹏一看见他就大叫饶命 可随即他又反应过来 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第二天他立马去找道长太乙山人 可惜道长出远门了 要晚上才会回来 念云鹏只好回家 晚上三叔在家丁的保护下昏昏欲睡 可突然间三叔对着空气说起了话 众人一看根本没人 于是用火把一阵驱赶 但毫无作用 三叔的魂跟着鬼火去到了灵堂 而冯海娇出现在这里 他将三叔封在了一把扇子里 然而回到家 他却发现丈夫念云鹏的书房上挂着符咒 他十分伤心 让他不要听信外人的谗言 眼看着念云鹏就痒心软 突然他回过神来 大叫他不是阿奴 而是冯海娇 然后关上了门窗 并高声念着道长先前教他的咒语 女鬼见状十分生气 现出了自己的原形 念云鹏立马用道长教他的法术 朝女鬼喷了一口自己的血 女鬼瞬间昏倒在床上 变回了阿奴 阿奴醒来十分伤心 他说自己虽是冤鬼附身 但他从来没想过伤害念云鹏 念云鹏念及夫妻之情 决定助他以笔之力 在阿奴的指数下 他烧掉了扇子 而另一边的三叔 也如烈火焚身一般 很快就断气了 至此冯海娇终于大仇得报 可这时道长回来了 他一路追着被附身的阿奴 回到了深山那间屋子 道长很快捉住了冯海娇 而此时阿奴醒了过来 他还记得自己嫁给念云鹏的事情 最后阿奴依旧和念云鹏 成为了夫妻 鬼新娘 1972年邵氏出场的奇幻悬疑电影 故事结局不难猜测 人物刻画虽然相对薄弱 但故事讲述了善恶有报 因果轮回的道理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